大家好 好久没有做视频了 这个是我们的150踏板 终于到了 然后呢 这是试驾车 先转圈给大家看一下 这辆车到上次我骑了一下 差不多骑了这几公里 这是蓝色的 然后这漆跟这个525的漆是一样的 磨砂的 看一下钥匙 这个钥匙 这是钥匙 一把机械的 还有一把电子的 然后这边是启动按钮 嗯 这边的话现在属于罐状的 如果想启动的话 按一下 按一下就亮了 然后这边转过来 转到底 然后屏幕就显示了 看一下发灯光 还要一点的灯光 然后看一下收场 远镜光 相信想买这款车的小伙伴 他已经关注挺久了 很多风呢 可能都已经 好 看一下这个车的西部的一些细节 这个开关有什么的喇叭 中规中矩啊 刹车 后刹比较硬 前刹明显要软 这个大板车好像都这样 看一下 后面是碟刹的 不像125 大部分后面都是古刹 然后这边收操箱 嗯 看看能不能拿水来演示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够放下水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放进去 这样的水是可以放的 嗯 这边的按钮吧 远镜光灯 喇叭 转向灯 这边CC 还有双缠 这个是启停功能 嗯 打火箭 然后再收一下这个吧 下面这个按钮 如果要开邮箱跟做电话 这个闪到中间这个 然后按下这个 打开了 好 给坐筒 这个是低座板的 拿下我头盔 示范一下 之前的我是 我就试过了 放下 这是一个摩雷式的 四分之三的半盔 带不上哦 带不上 没办法 基本上买大盔的肯定是回家围箱的 存物空间的话 不大 跟15比起来的话 就长度的话长一点 深度的话 可能还不及15的 这边应该是放行车记录语的CM卡的 在这里 这边是电瓶 电池 这边是挡板 这边那么可以放那个工具棒夹一下 这叫在这里 怎么会带偏呢 这个车呢 它是 卖充填火的 声音特别小 来 示范一下 按一下 悬到地 跑到这边了 在排气车为止 编辑要把它收拼 好了 现在已经能启动了 然后这个车是带编辑吸火的 已经关闭了 再说说感受吧 要不 关掉它 关掉它就悬到这边 就到这边 然后 它会自己 自己上锁的 它现在就灯 还是亮着的嘛 等一会 好 OK了 我来把这个大车打下来 这个是矮座板的 然后 火身高是170 如果往前面做一点的话 可以双脚掌着地 往前面做一点 双脚掌着地 这个车的话 肯定是要比151重一点的 前面的轮开是14寸的 腾森的 110的话 后面是13013寸的 后面是双减震 不像15的话 基本上都是那个单减震 看看缝隙什么的 这个工艺确实 不能跟那个350比 这个做工不能跟350比 没办法 它便宜嘛 它便宜呀 关键是 还有什么 股面做着 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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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肉